《逆口》 《料理》对我的意义是人文 对于我我会把这两个字反转过来 是禮料 我的禮其實是人文、歷史 有了這些東西之後才會有料 食物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 透過食物這個素材去表達自我 它可以是一個工具 也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也可以是一種藝術創作 可以把不同的人連結在一起 然後去帶給別人幸福感的一種方式 讓我們來助成吃 先量一下 吃 吃 吃 左餐水機、590的話 客人進來之後味覺的第一印象 服務員和客人的一番最初的 話的きっかけ是水 所以從那裡開始 餐廳的開店 每一道的之間 Sparkling Water可以讓你 能夠新鮮餅 重新再去品嘗下一道料理 影響了整個顧客 對於整套套餐的體驗 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師 餐廳在挑選用餐水的時候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是 先去了解自己料理的風格 特性再去尋找適合用餐水 水的本身是有個性 但是不用太搶戲的 那它可以在餐點跟餐點之間 擔任一個很稱職的配角 更配好的地方是 因為它的carbonation裡面 它會產生一個exit 這個是讓吞食或者 你的refreshing你的palette 是一個很好的作用 Saint-Peregrino的水 我曾經住在意大利亞 我喜歡喝得很好喝 我當時我當餐廳的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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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我當餐廳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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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於Saint-Peregrino 氣泡礦泉水的印象 一直都是氣泡很細緻 口感很柔順 入口的時候非常的舒服 我當時我當餐廳師 我當時我當餐廳師 覺得它很舒服 在舌頭上的感覺是剛剛好的 踏進Find Dining的第一天 就覺得它是一個 Find Dining裡面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經常喝慣慣的水 我經常喝慣慣的水 我經常使用的原因 它其實有一點像香檳的口感 口感跟氣泡特別細緻 Saint-Peregrino是很適合的 不管你是輕的或重的味道的菜 它都可以很好的去做一個搭配 料理に合わせる時 非常相性的良好 是比較重的料理 一些比較明亮 酸度比較高 然後帶有一些油脂的料品 搭配一個溫度稍微低一點 或是可以非常激化的水 搭配帶點酸度的海鮮料理 也非常適合 人入圍亞洲五四是很榮幸 跟很感動的 做了這間店後 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新加坡料理 想要有包容度 跟去發展新的東西 跟聖佩一樣的 它在餐桌上也很適合 一直在去推廣彼此 或者不同的Cuisine 不同的料理方式跟想法 很開心能在五四大的大家族裡面 去年に引き続き 2022年のAZ50 Best Restaurantに 今年もオンリストできましたが このアワードは僕にとっては 本当に10年前 約10年前イタリアにいる時からの 大きな夢だったので 今年もこのアワードに オンリストできた ということは僕は本当に光栄に思っています 我覺得今年入選 亞洲五四跟得到這個 特別的永續餐廳獎 對我來講的意義非常重大 在永續跟環保這個領域裡面 花了很多的時間跟精神在這個上面 透過這些獎項 也可以傳達這個訊息給大家 非常感謝跟我們一起工作的團隊 一直都相信我們在做的這些事情 今年特別意義中大 年輕廚師は勇於嘗試 不要怕失敗 你要去嘗試後 你才會從中学習 若いシェフたちに とにかく ある挑戦を どんどんして欲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の一つに サンペレグリのヤングシェフに 参加する 10年前の僕が 海外にいて それをできなかった ちょっと後悔もあるので 若い子たちには いろんなことにどんどん チャレンジして欲しい その一つに サンペレグリのヤングシェフがあります 我記得平比上面 如果可以多多參與的話 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餐飲業絕對不是一個很簡單的行業 但也是因為這樣 辛苦得來的果實才特別甜美 培養跟食材對話的能力 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心 好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有機會的話 サンペレグリのヤングシェフ チャレンジ 就參加吧 這次很榮幸可以擔任 サンペレグリのヤングシェフ的評審 每一次看到年輕的廚師 在創作的時候 都覺得有一種 很豐富的生命力 我也非常期待 就是在這一次評審中 可以看到更多 特別的獨一無二的創作 就能抵達一下 不知道 其實好 拜託 還是 就能拍照 像嗎 在這一次 我們有一次的小牠們 雖然 雖然 有